過語系的版本 第一個你要了解就是以後的所有的字串檔通通要放在這邊 第二個就是要把它做個翻譯吧 然後呢給它正確的資料夾 它就會work 這個地方當然可以參考一下 第15章的這個地方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先建一個英文版好了 英文版它的那個最大的差別是說 資料夾名稱本來是value 你要加一個這個dash 一個-號然後再加一個en 那其他的話當然你要去參考一下 每個語系都要每個語系 那語系裡面的話最重要 這個語系裡面呢 需要有一個swing10的一個xml檔案 那你就把那個語系檔放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那其他事都不用做 那做法上面大概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先在那個resource裡面 本來有一個value對不對 你就是再建一個 那再建一個的方式就是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資料夾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找到那個 在resource上面的話 你就找到資料夾的選項 directory這個OK 就把它建一個資料夾 建資料夾之後他會問你說 記得游標放在res裡 這個路徑放錯了 最後會差很多的 再來的話呢 請注意一下字千萬不要打錯 因為打錯一個字 後面的話呢一定就是完全也是會錯誤 而且不只錯誤 可能整個就就就完了 就就整個 專案也就壞掉了 好啊記得啊 名稱不要打錯 反正你就照這個名稱打 values 再加一個這個 一個減的符號 再加一個en OK按一個確定 OK 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那他理論上會多一個資料夾 不過特別注意哦 你在那個瀏覽器的這個部分 檔案瀏覽器 他預設是enjoy對不對 對哦 如果你在enjoy這個模式哦 他會把string把它併到那個values裡面 除非說你如果要找到啦 應該他這個是 他再把它分兩個檔案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strings 因為你一個 實際上就是這個檔案 這個檔就是英文的那個檔案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或者你可以再切回到 我記得好像可以把它切回到 那個project files 檔案的部分 那檔案的這種模式哦 底下各位就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 欸 就會 多一個en了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模式切換過來 切換到那個 本來是enjoy的吧 把它切換到project file 那裡面就會有一個 那當然我們strings這個 可以直接把它複製過來 有沒有 這個是拖拉哦 拖拉的同時按ctrl鍵 ctrl鍵就是複製的意思 就是把我們原來的那個 string的這個 自串檔哦 複製一個到這裡 OK 然後呢 他問你說要不要丟進去 我按OK 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哦 他這個時候呢 會幫你產生一個國旗 有沒有 en哦 他會自動幫你 出現一個這個 美國的國旗 有沒有 那表示這個英文語系了 哦 可是裡面是不是放英文呢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裡面呢 哎還是中文的 那怎麼辦 把它翻譯一下 所以這就有四個單字 哎四個中文的人 你就把它翻譯啊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哦 其實已經翻譯好了 翻譯的對不對 其實反正不是重點 重點是可以把它變成英文的就好了 那至於日文 至於其他語系啦 简體啦 等等的 就自行在利用像google翻譯嘛 你可以把它翻譯一下 那記得結構都一樣就好了 只是中間那個value不同 key value key一樣 value不同 OK好 然後呢 把它複製貼過來 記得不要貼錯位置 把它貼上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完成 save一下 好 我們有個en了嘛 至於其他 類型的 請自行參考一下 最好當然 因為翻譯中文預設就是啦 可是如果說你擔心將來沒有一個對應的翻譯 你可以再加一個vh 那個dash vh-rtw 好像有區分大小型 不能打錯 還有前提的 還有英文有講過啦 日文的 甚至還有韓文 OK 如果你要韓文 我記得好像是ko吧 因為蠻好記的 就是ko啦 korea ko ok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產生很多國的語氣 做完之後呢 那你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成功 其實可以從幾個地方看啊 如果產生國旗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印象中好像在那個 設計模式裡面喔 activity裡面呢 這個應該有一個語氣的部分出現了 那你怎麼知道是不是變英文喔 如果你有多了一個stream 它是英文的話 如果在這個activity裡面喔 有個隱藏功能 這個一個地球值的就是語氣 全球的語氣 會多一個EN出來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 現在是中文模式 你只要把它點擊到 這個EN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 有沒有看到 馬上變英文了 那如果說你有日文的 它會出現一個日本國旗 點下去 它會變日文的 那如果沒有變 那你就再檢查一下 是不是對應 沒有對應到 其他的話 它有一個這個什麼呢 edit translation 好像這也可以幫你做翻譯吧 這個工具 它這邊也有嘛 有沒有 這個是key嘛 value 那value裡面的話 它有一些延伸的 當然現在有兩個語氣 所以會兩個語氣 當然你還可以再增加啦 不過我是覺得它這個功能 不太好用啦 就是它大概就是把我們剛剛做的東西把它秀出來而已 這個一個translations的editor ok好大概有這個 這個是設計模式看到結果 那如果說你要在什麼手機 或者是說你的模擬器裡面看到的話 那可以把它執行過 把它執行 那執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然在手機 這個是模擬器嘛 那因為模擬器裡面預設的語氣 就是英文的 它 所以你把它執行過去啦 理論上應該喔 看到的也會是一個什麼呢 也會是一個英文的那個版本喔 是不是有bug還是什麼 以下的話是不是有 no change ok 那應該我剛剛有做過啦 我把它直接跳過來 ok 類似這樣 欸 跳出來 基本上呢 它就會是英文的 那可是問題啊 你怎麼測試多國語氣喔 請記住 請你更改什麼 手這個模擬器裡面的語氣 你知道模擬器裡面語氣怎麼改嗎 Home鍵 Menu Menu裡面有個system setting對不對 Setting裡面的話呢 請你往下找 有一個language and import A 其實你可以記這個圖示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去修改它裡面的language 預設是United States 英文的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 去更改那個什麼 更改為 比如說我的環境要改成那個 那個中文的話 那特別重要 這個很難用啊 這個是模擬那個什麼 你的手的動作 所以你要往前 因為中文剛好就是在最 倒數第二個 所以如果你要變中文的語氣的話 找到倒數第二個對不對 點擊它 這個時候這支手機呢 才會變成中文的環境 那如果說呢 你要試試看的話 你把它back back之後的話呢 再回到 縫鍵好了 也許你縫鍵按住不要放 大概 等個大概兩三秒鐘吧 就會出現你剛剛執行的app 那你就把它執行起來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又變成中文的 OK 那當然利用這樣的方式啦 你也可以去切各國語系 日文啊 韓文啊 等等的 不過這個自己下去弄啊 反正原理原則都一樣 OK 不過這個谷歌拼音 真的一直出錯了 算了 不理他 OK好 那記得我剛剛 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也許你可以先切換到那個啦 這個 就是瀏覽器模式 它有很多種模式 預設是enjoy 可以把它切到project 然後裡面的話 就是找到那個value resource resource裡面 記得是那個 我們的resource裡面 然後把它複製貼上一次 然後就是去修改它就對了 values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修改啦 那個翻譯部分的話 我想我在雲端上面 我有放了一個是英文的翻譯啦 那如果你要去翻譯成其他國家 像日文 像簡體 繁體 雖然它預設 因為我們開發環境 預設是繁體中文 所以它繁體中文也會有 可是理論上最好 還是獨立建一個資料夾 就是多國語系 不同的語系呢 那你就建一個 不同的資料夾給它 然後 然後 好 好